智利南部地区考丁省克乌来上个月发生了成千上万只的沙丁鱼搁浅事件 才不过一个月距离首都圣地亚哥800公里的托尔滕海港也出现了相同的情景 渔民发现至少有600吨的沙丁鱼集体搁浅在岸上损失惨重 尽管目前还无法鉴定出原因 但是渔民把矛头都指向了附近的养殖业者 认为是他们导致海中出现了大量有毒藻类才会爆发红潮 智利政府近期宣布 基于国家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红潮 南部的海港城市进入紧急状态 不料宣布不久后 南部两个地区就相继发生大量沙丁鱼搁浅的事件 第一宗发生在上个月 地点在克乌来 500吨沙丁鱼一夜摊在岸上 渔民损失惨重 事隔短短一个月 托尔滕海港也遭遇相同命运 而且情况更为严重 将近600吨沙丁鱼集体搁浅 场面相当害人 渔民申诉 类似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生计 尽管当局至今还未厘清沙丁鱼搁浅原因 不过渔民认定养殖业者就是导致红潮的罪魁祸首 而气候专家认为这可能是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海水水温上升 才会促使众多海洋生物丢命 无限至今 无限至今 优优独裁